6月16日 由美國星語文化公司主辦 洛杉磯時尚傳媒和GMKMOTOR傳媒學院聯合協辦的 《2019國際時尚旅遊小姐大賽》 南加州賽區首場海選 在工業市孟空間的GMKMOTOR傳媒學院舉行 6位來自不同族裔不同地區的選手參加了海選 多個族裔多才多藝的選手給評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GMKMOTOR傳媒學院的負責人沈平和Mandy 大賽贊助方F4美容機構負責人等觀看了海選 當天的海選由洛杉磯時尚傳媒總經理郭文斌主持 評委為由知名演員和主持人楊洋 美姿美尼博士Gerna 世界小姐中國賽區冠軍李夢 2018國際時尚旅遊小姐 洛杉磯分賽區冠軍李楊小夏和郭文斌擔任 海選環節包括走秀、自我介紹、才藝表演 接受評委提問以及自由發揮等5個部分 1號身材高挑具有模特前置 2號古征演奏具有專業水準 3號的薩克斯表演令人讚嘆 4號現場表演笛子獨奏名曲 楊鞭催馬運良芒 5號外形亮麗 並表演了舞台劇片段 6號的走秀很有節奏感 每位選手當天的表現都有亮點 我們今天看到相當多的家裡數字非常的高 然後也有從專業的大學過來 也有高中生參加 我們這次也有其他的族裔的 甚至有從北卡羅來納州來到洛杉磯的 非洲裔的家裡來參選 我們國際時尚旅遊小姐就是一個平均參賽年齡 以及在平均的學歷非常高的一個平台 那今年是我們第三年半 我們也非常歡迎在洛杉磯 希望能夠通過我們這個比賽 能夠站上國際的選美舞台 國際的演藝舞台的家裡們 繼續的來踴躍報名 我們在7月21號還會有一場海選 然後我們的決賽會在9月底來舉行 這次所有的選手讓我們覺得很驚訝 他們的才藝非常的棒 有吹笛子 然後有鼓針表演 那還有我們的外國的選手拿來的 他們的這個Tilent Show是Arcting 那表演對於這個平台來講 我想旅遊的平台所有的這些選手 我覺得他們的才藝是非常的多樣化 多元素的 那我們希望在7月21號的這一天 有更多的選手能夠來參與我們這個選美平台 那這一屆我覺得更為好的就是 我們看到了很多就是真正的 就是這個外國的面孔 對對外國的面孔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們這個選美的影響力 真的是在不斷的擴大 而且我覺得外國選手那種自信 和那種與生俱來的那種魅力 其實是在選手之間他們可以相互的促進 相互的學習 我覺得中國的選手真的應該多學一學 就是我們這次真的這個外國臉的這些選手 他們那種與生俱來的自信心 與那種魅力 每個人都有自己很濃厚的這個個人的這個個性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好 大家促進一下 也第三次見證了國際市場旅遊小姐選手們的美麗和智慧 期待國際市場旅遊小姐越辦越好 影響力越來越國際化 也很期待在亞洲的能夠參與到在亞洲的海選當中 謝謝 有這麼多優秀的選手參加了我們此次的比賽 那麼不管他們是從這個專業的技巧 還是到整個舞台的展現 可以說都是一個讓我們視覺和聽覺上感到了非常大的震撼 那麼我也預祝他們接下來的比賽會更加的順利圓滿 謝謝 不同的女孩子她們都是非常的有活力 以及展現了年輕青春最美好的一面 所以我覺得看到這些 我覺得這個時尚旅遊小姐的這個品牌的精神一直代代相傳 2019國際時尚旅遊小姐大賽南加州分賽 第二次海選將在7月21號舉行 華夏電視臺記者工業室採訪報導